但是气管扎管也是有损害的 比如说直接因为你是有创作 直接就造成一气到黏膜的损伤 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就是 你在插管的过程中 这个病人如果插的 还有一个会插的过深 比如本来你没插到主机管 它主机管以后下面又分左右主持机管 插在右主持机管去了 第二个就是因为你一旦了气管插管了以后 这边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要打气囊的 气管插管上面有个气囊 就省得你 因为我们口腔每天分泌的 这拓也将近1.5升 三瓶子将近1500毫升 如果你要因为你这个病人 只要插上气管插管以后 这病人不能进食 不能自行可谈 那你口腔这些分泌物 你怎么出去呢 那你就只能往下流 如果没有这个气囊封着的话 你就全跑到下户道 等于人为又造成了一个吸入性的感染 咱们下户道是没有菌的 你口腔里有好多正常的一个定值菌 那就跑到下户道 就人为造成了一个吸入的那个肺部感染 所以咱们气管插管完了以后 要打一个气囊 就把上面你这些东西给堵住了 不忘了下去 但是这个气囊是要求控制的一个有压力 一个监测的 要求到25到30厘米水中 如果这病人气囊低于25 那你就会有缝隙 就留下去了 如果这个气囊高于30的话 持续的高 这个气囊比较高 那你就是直接的气囊是压到呼吸道的黏膜上的 那你知道呼吸黏膜压长了就会坏死 因为气到后边就是湿管 就会造成了气管湿管了 谢谢大家